hello hello everyone 今天是美国的sunday 然后今天是上午9点 我做一个最周的点评吧 回顾一下 让大家继续看我的屏幕 调调声一下 因为我这个用电脑用的不太熟 hello 调调声音 打开个图 看看 继续我这张老图 因为这张老图呢 比较有逻辑和思维性 逻辑一旦建立呢 就会在这个 脑海中啊 留下这种 记忆吧 轨迹 checking 轨迹 每当看图的时候 我一周呢 争取要复下盘 因为每次看图的时候呢 你曾经的一些决定 曾经的一些理解 在这图上呢 都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也是自己跟自己说话的那么一个过程 所以这个YouTube 这些视频都挺好 其实之前我在国内 很早的时候就开始做 做博客啊 做博客 什么的我都参与过 我认为这种方法对一些 职业的人来说是比较好 因为可能可以就是记录 recording的一些自己的memory啊 好继续回到这张图 我们说那天是在这个地方说的啊 记得很清楚 这个地方说的 我说之后呢 它这个连续下引线的预示的 它还要这个盘整 震荡 往上走概率不大 并且我也说过 它需要这种实体相对较大的这种 阴阳性K线的组成啊 它才能奠定这个基础 因为这个现在个股分 分化的比较厉害 因为 简单说 说点这个板块上的事情 啊 板块上的事情 我记得有一个东西 能说板块上的事情 拿的也说了 一样 你看 昨天的一些金属啊什么的起来了 其实昨天呢 就是 纳斯达克 跌的比较厉害 那块科技什么的 基本都是在跌 消费 消费 科技 反正 你要说太厉害了 有 有太厉害了啊 最近跌的比较厉害的是什么呢 我认为 大家知道吗 就是中资概念股 跌的比较厉害啊 水跌了咱们就不说了 因为呢 好像是在 是在给人挖墙脚的感觉啊 希望他们的业绩越来越好 之后吸引更多的投资者 经济发展越来越壮大 啊 拭目以待 会不会呢 要靠努力的 是不是 金属 涨了涨 说板块呢 说板块现在有一个什么事情呢 我看到板块慢慢调整 科技板块呢 它现在出现了那种 调整 小核调整 但是这种节奏太短了 我认为 纳斯达克 是apple啊 我们上回说的apple 上回我们说了个apple 大家看apple apple没有数据 特别有意思 在那时候就说apple就是在这个地方 我说基本他每回跌 他都要跌的比较陡 比较凶 其实在这块我就说 在这回 跌的还行吗 是吧 是吧 之后跌 我希望他还能再跌 但是呢 现在看纳斯达克呢 他 他不是 他跌下来以后 你看他这个上升轨道啊 他保持的还不错 这就是一个强者横强的优点 那上升轨道保持不错 他就是在上升中调整他的斜率 但是这种调整斜率呢 我认为呢 还是需要观察 我们需要是像前期这样子的调整 打破他的斜率 重新建立一种新的这个上升斜率的机 所以纳斯达克现在还是要观察 并且我认为他肯定是没跌透 你说在这调个三天 然后震荡震荡 之后呢 那疯狂的股票呢 现在也不太多 我认为 现在在纳斯达克疯狂的股票呢 也不太多 有些股票呢 像Facebook 像这些股票呢 他始终像推特比较强啊 横爬 这就横爬了 嗯 看 GP摩根 嗯 我上回说 这是 财经嘛 什么财经 financial的这个section 金融板块 就是这样 现在基本他能代表很多金融股指啊 个股的走势都是这样 他们是不是会继续破位 或者是往上走 现在看不好 如果真的这个金融往下走 那我估计对整个的股指结构会具有一定的影响 简单说一下说什么意思呢 就是 我认为现在的这些东西呢 还需要 时间 还需要时间呢 去 充分的让他进行多控双方的博弈 我之前从K线上也说过 我说这个K线 需要实体相对大的阴线和阳线 啊 这个调整必须是你打我一巴掌 我打你一巴掌 是吧 这叫这种调整 你要是光是那个叹叹叹打 人家人家不还手 这个市场也不行 是吧 所以现在呢 我估计下周周初的时候呢 可能会形成一种在这里 会有阳线的出现 这等于说 从前一周 这基本时候都是联阴啊 这等于说 之后呢可能是三 三阴两阳或者三阳两阴的走势 换一种结构啊 但是要让他重新找到一种形态大的形态的方向 现在我认为是不会的啊 要看 所以呢 下周呢 还是一些 嗯 机会在个股上 是不是 可以看看前期超跌的 包括金融板块 他们会不会反抽一下 然后呢也可以看看 嗯 以前涨的比较多的 像Facebook 涨的刚睡醒 这里有 嗯 彩色啊 Goo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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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斜率它还是能保持 它跟纳斯达克一样 Facebook 看看他们这些比较强的创出新高的 它是不是有进一步调整的这个需求 进一步调整的需求 这是我想说的 Douching 你看 走下来以后 这个阳线小 要开 还得开大阳 我认为 是不是 但前面这挺极端的 你看 联姻下来 联羊毁 联姻下来 震荡毁 我认为 它这回联姻下来 就是属于这种震荡毁 的态势 或者是做这么一个小箱体 有阳有阴 它一出大阳呢 就是高点就会 确认 短期的高点 就会确认 高点确认了以后呢 就便于呢 它这个 形成新的结构 看看今天还有什么 要说的啊 这是对大盘 看看有什么 可以跟大家聊一聊 因为我这些东西呢 都不是随 就是 不是做准备的 都是 一个随性的说 本来也是属于 自己给自己的一个 腔掉了 自己听的东西 嗯 有什么值得一点的啊 最近好像有一只股票 值得一点 你看这will 我说这 啪 极有产生 一下创新高 这是我前期总是在说 这就是强调的一大特点 强调的一大特点 放量下 放量上 正如今这换手 他也是 很坚决的 这是美股的一大特点啊 很坚决 你想咱 要凭你一 一般的逻辑 就这么一根 放量阴下来 啊 咱别说夸张了 三个月收不回去 咱们一般的那个草股逻辑 但是人的真是能放量阳给你再创出新高了 并且这是涨幅超过一倍之后啊 在这种震荡盘叠 在这种所谓的这种震荡势力 还不是那种牛势力啊 不是那种祖声浪的势力 所以挺有意思 说点 说点 啊 这只股票 这只股票不用说 这只股票它们 比较特殊一点 啊 不如啊 不如说一家科技啊 啊 是生物 生物 生物的我劝大家 要是不是了解公司基本面 不要做生物 生物它是比较挑公司基本面 这些东西啊 一旦做错了 方向做法了 或者你中长期见他 损失都是比较大 但是生物呢 也有它的魅力 有人认为这种 叫做这个 股票比较灵活 好像是 他们喜欢这边 每个人不一样 反正要捋清自己的投资思路吧 $$$往下跌了点 $$应该跌点 $$涨太多 S&P500 S&P500 还是 邪律还是能保持 这就是美股一大特点 邪律还是能保持 黄金 黄金 确定不行 黄金不行 做空的行 做空的就算钱了 这都是外地的那些平 行 走了走 少了少了也就是这意思 特斯拉 嗨特斯拉 这个自身鼓励 其实 起来以后说在这要做空它 坚决做空到现在赚钱了 啊 有时自己都不论说 说了好像 在打广照那种感觉 中国特斯拉 那Bank of America 跟那个GP伯奔 他们都是一样 iPhone在这里 看得太清楚 iPhone可以做空它 做空它看它怎么跌 所以下周还是有办 嗯 总结吧 现在开始总结了 因为可能也没时间了 还有几分钟停 总结一句话 这座复盘 下周的机会呢 不会是单边的 涨涨跌跌 跌跌涨涨 可能从股指的K线形态来看 是 半分天下 可能三天阳线 两天阴线 或者三天阴线 两天阳线 出现连阳和良音 我认为 可能性都比较小 所以继续让它在这块震大 总体点位说一下 24000点 无疑就是一个价格的 比较合理的估值点 之前节目反复提这个数 所以在24500的时候呢 我认为也没所谓 所以在这呢 大家要是看着有一些 比较好的机会 可以尝试的做一下多头 如果大盘出现 进一步的调整的迹象 纳斯达克科技组跌的话 我认为向下的空间也是有的 好 今天我们就说到这里 各位 weekend happy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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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e